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 书对人的启发 跟你一起聊阅读 聊想法 聊行动 今天这本书 黄黄巨著 好厚啊 我选的书都很厚 对 你比较勤奋吧 但是我上面都没有memo值 这样仿佛我没看过 你会执着在这个吗 没有 就每个人学习方法不一样 对于学霸而言 就是过目不忘 你为什么一直要贴这个标签 有三位这样子 好 这本书好 I世代报告 它谈的是一个世代之间的差异 谈到世代差异 很多人就会想要冲突啊 不理解啊 很多冲撞嘛 对不对 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用不同的角度 去帮助各个跨世代的人彼此理解 然后一起能够更好的合作 那这本书副书名叫做 更包容没有叛逆期 却也更忧郁不安 而且迟迟无法长大的一代 OK 我自己也有读这本书哦 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里面真的是很精彩耶 你也没有一种 哦 对对对 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 因为想说 尤其我们现在职场 我的年纪 我很多部署 其实已经是I世代了 你待会也会定义一下 什么是I世代 所以我发现 真的他们对于工作 或对于自己的生命 对于未来 讲一个最白的 对于要不要买房子这件事情 或者怎么配置资产这件事情 想法真的跟我完全不一样 然后对于这种职场上的 晋升跟冒险 你说他们没有企图心 其实 没有没有 是思维逻辑不一样 他们不是没有企图心 是他们习惯的 的角度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要不要说一下 你为什么当初选这本书啊 这本书其实是我一个合作的 作者嘛 作者 对那这也不是他交给我的资料 而是他在他的blog上面写的 一篇书品 然后我就被他的书品觉得 就觉得这个世代的观察报告 跟这个就是描述 有一点接近我所认识 但也有一些很遥远 所以我就很好奇 对 然后我就说 我们就直接买这样 这本也不是公关书 没错 然后我从翻开来第一页之后 我就有一种 一直在惊呼这样子 对耶 他说到一些很真实 真的是这么发生 但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去把它 看清楚过 或者是那个生命经验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只有一次生命经验嘛 所以我的成长阶段 发生的事情 跟下一个世代成长阶段 发生是不一样 而这个 我觉得没什么的事情 或下一个阶段的 这个有一些元素 是我没有的 所以我会有一些想法 是totally的不一样 那那真的不是 谁好谁不好 就是那是完全两种 不同的成长经验 造成的不同的逻辑思考 是的 跟价值观 就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差异 看得洪水猛兽 然后觉得很可怕 所以我其实不只是 这个一本书 爱世代之前有谈到的 书名我忘了 就是一个在开门 关门 活在走廊的 选择障碍世代 我对世代的议题 一直都蛮有兴趣的 那有兴趣的东西就是 因为有差异 有差异就有对话的空间 而且其实 差异往往是激发创意的 最主要的来源 完全 如果完全 这世界没有差异 这世界是一个无聊的世界 对 这也是我在教协作 我说 不要害怕不一样 你必须有差异 有差异才有空间 有空间才能够去 发挥你的东西 没错 好那刚刚有说嘛 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世代是什么 可能听到这边 你会很好奇 那你是什么世代 我先来讲 可以不要面对 开玩笑 你也许也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落差 往上看往下看 我自己觉得 有世代的这个 差异 的渐层 但是 虽然这边 我需要告诉你 一个具体的数字 几年到几年 一定要具体 可是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 是没有那么 真的到那这一年之后 所以你就是 婴儿潮 所以你就是X世代 不是 它是一个光谱 然后更多是 你的生命经验 比较接近哪一个世代 比如说如果 我等一下会讲 我的世代分类 我会被偏 迁徙世代 就是我是那个 迁徙世代的头 第一年 但因为我的成长经验 我互动的人 几乎都是X世代 所以其实在 某一些地方 我的观念 其实我比较能理解 X世代在想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你大家在看 这个划分的时候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click的切分点 它是一个光谱 对 一个光谱的概念 就差一天从双子座 变鸡牛座 就那一个晚上 想通了很多事 就变另外一个人 好像不是这么弄的嘛 对不对 对 这时候突然写 解一下心盘 对 好那我先来讲 大家现在比较能够 互动的道德 人 比较绝大多数是 婴儿潮世代 大家知道婴儿潮吗 你讲吧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婴儿潮世代 如果就定义来的话 就是1946年到1964年 为什么是1946或1945年 你们大家知道 194645年发生什么事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二吧 第二次世界 对不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所以结束之后 大家就终于觉得 战争结束了 那一些不敢生小孩的 不敢成家立业的 或是去当兵的回来了 军人回来了 对 男人回来了 对 所以呢 我们不能笑 我们要认真 不然他就觉得 我们 你装重一点 对不装重 其实不可能不笑 好所以就会变成 整个 如果你不欣赏我们的笑 那就不要欣赏 谢谢 对 我也常觉得 为什么要花力气 跟我们说 你可以离开啊 好 我们不在这边 我不知道哪个世代会这样 就是 就是婴儿潮世代 那因为 经济就整个因为战后嘛 所以经济本来是都没有的 那慢慢慢慢因为 人开始出生 然后人口开始击涨 所以这一代的人 他是成长在一个 复苏的状态 对 但是是什么都没有的 嗯 什么物资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真的会听你父母亲说 呃那个 像我爸妈就是婴儿潮世代的 就是他们小时候吃什么啊 对 然后怎样 他们要想尽办法 真的不是他们讲古 也不是他们故意要卖弄什么 对 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经验 对 所以我们要注重的事情是 这个生命经验 于是造就了他们怎么样的性格 对 不要focus在那个经验上 对 婴儿潮世代呢 他们从匮乏 他们出生于匮乏 但他们其实整个生命历程 完整见证了高速成长 对对对 从匮乏到高速成长 所以那一代会节俭 这是一种骨子力 因为他不能不节俭 他根本就没有物资 对 他出生就是在一个 没有物资 物质很缺乏的时代 对 然后因为他是在战后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战争的阴影 所以他们的思考上面 会比较以生存 会比较保守 你觉得保守 对 可是你看婴儿潮世代 却是最 行动力最积极的 最勤奋 最勤奋的 就是在所谓的社会生产力上 最勤奋的 最勤奋的 就是我父母亲那一代 是没有什么休假这个概念 就是他们觉得 就是没事干就去工作啊 就去赚钱啊 对 这在他们的脑袋里 是根深蒂固的 那如果你不认同他 请你不要认 否定他这个人 你只能说 你跟他的生命经验 完全不一样 对 于是你们有两种不同的思维 对 但我们先理解 从1946到1964 嗯 这个时期 是婴儿潮世代 嗯 好 那再来第二个世代 就是X世代 就是跟我们比较靠近的 我在X世代里面 对对对 1965到1979 有些是写到1980 嗯 就是这十几年 当中啊 你是X世代的 而且你算是蛮 我1977年 你算是中间 中后 中后 可是其实也 还在里面 对 所以你看看哦 是不是这是你的思维逻辑哦 那这个世代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 就会是婴儿潮世代 对 那我我就是嘛 对 或者是在比较 婴儿潮世代 在上面那一层 叫做沉默世代 对沉默世代 嗯 的晚一点的 所以他们的父母亲 大概就往前 那到了这一辈 如果在台湾的话 就是国民教育的普及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也开始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了 是 我父母亲那一代的教育程度 真的没有那么高 对 因为那时候环境也不允许 大家要就赶快去建设 赶快去工作 对 没有去养人 人力跟人才这个概念 可是因为随着经济转型嘛 我们不再是用劳动或农业的社会 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工业 商业 资讯社会 所以人 人力的使用方法不一样 所以教育提高了 对吧 然后再来 自由的意识也会提高 这一段时间 他们面临过一个 民主思潮的解放 对 所以这一 这个世代 X世代的人 其实脑子里是开始 对于自由是有 渴望的 对 对于自己生命 嗯 该活成什么样子 他不再像上一个世代觉得 就乖乖听话就好 然后不要想太多 嗯 这个世代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跟想法了 对 所以呢 这就是最大的冲突了 嗯 X世代 生命最大的一个议题 就是他会跟上一个世代很大的拉扯 对 对 对 然后他不小心也会看不顺眼下面的世代 对 因为他是 他是在 他的生命背景很多的冲撞 他是被夹住的世代 对 他是在保守 因为 呃 呃 婴儿潮世代虽然是 呃 活动力很积极 可是思考还是往 对 还是比较早的 对 他们没有冲突 打个比方 婴儿潮世代比较像是一个称职的螺丝钉 嗯 但是事实上 X世代某种程度上还是被 还是 还是得当螺丝钉 但是会 想要当一个有想法的螺丝钉 对 的那样的那样的日子 嗯 可是我好像在做的事情 不会差太远 而且有时候X世代有个矛盾 就知道要 过生活 就是生活不只有工作 可是真的要去过生活 又没有办法全然的坦然 会 会会会会 会有那种纠结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这样会不会太混了 好 然后X世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状况 他会跟我 接下来讲 I世代不太一样 就是 这个世代大部分的小孩都是儿童 呃 电视儿童或者钥匙儿童 对对对 就这样吗 对我的成长环境都这样 我一直以为他现在都是钥匙儿童 一直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对不是 对不是 因为我父母亲 这个世代的个性 通常会比较独立 前一个世代是节俭 但这个是非常的独立 为什么 因为父母亲太忙 所以 对 没有空管我们啊 你要知道很多世代 还有现在在做的新的做法 是跟着世代来的 他不是独立 所以我们那个世代最大的 议题就会是 你不能养了小孩之后 就给他饭吃就好了 你不教育他 对不对 因为可是我们那个世代 真的父母亲没有空 对 他们要赚钱 对 所以真的就是把我们送到学校去 对 然后大部分 我们这个世代还会乖乖听 对 学校的 对 然后我们是其实很小 年纪很小哦 就要自己走路上学 走路 回家 回家 然后有时候走路回家呢 可能桌上有菜饭还好 有些桌上没菜饭 你在很小就要 自己帮自己准备一些简单的餐点 是 你说去Saven买 没有没有 没有Saven 没有这回事 对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就是 遇到困难 自己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不解决 你哭的话 你会被打得更惨 对 你爸爸工作赚钱都来不及 你这么扯后腿 所以这就是 我们就是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就是这样长大 这是我们的背景 所以他会养成一种人格 就是 遇到事情 先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样子好 那你看啊 我们这样长大 是不是 我们就会有一些遗憾 或生命你觉得不对的 教育应该怎样 父母应该怎样 对不对 我们开始就会有 把这东西放下来 放下来 然后放进下一代 好 所以到了迁徙世代 我刚才讲的那个 教育整个转型 是在I世代 可是在迁徙世代 慢慢的 大家就会意识到 工作不能是全部了 对 我先讲一下迁徙世代 迁徙世代大概就是 1980或1981 到1994或1995 这一段时间 为什么叫迁徙世代 是因为他们成长 这一段时间 他们都经历过那个 1999到2000 迁徙危机 迁徙年 你如果听过迁徙危机 你应该就是 有一点年纪 我就经验过迁徙危机 那时候大家 所有人都很怯 就很怕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核弹 会不会自己飞起来 对 那时候 你现在觉得很好笑 但那时候真的是 真的 很可怕 会不会我睡觉起来 我的账户里面的钱 全部不见了 对 我记得那一天从1999 要跨到那一秒 就是屏息一代 很怕会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突然 所有的店都不见了 对 我们真的经验过那个时代 好 那为什么这里做切分 是因为1995之后 有一件事情 就整个崛起了 就是网路 对 所以它是在网路之前的 这个时代 有一点算是 还有一点点 有些人是 像我还是 我还是移民啦 就是我 网路的移民 网路世界的移民 我的后半段1994 95出生的话 它的青春期的时候 应该也是原住民了 就网路世代的 网路的原住民 就已经就是使用网路了 就是很熟悉这个东西 那这一个世代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完全脱离战争的阴影了 对 就是它的父母亲是婴儿巢世代 婴儿巢世代 没有实际经验过战争 但是他们 被有经验过的人 养大 而且他们是 成长在冷战 对 所以其实那个 心理压力是在的 是 然后对于 那个禁忌啊 可以说什么 不能说什么 怕被 抓去拐 这种东西 压抑是比较多 可是它的迁徙世代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就是 我就是要追求自由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对 做自己好自在 然后这个世代就会是 像上一个世代的反扑嘛 上一个世代就意识到 很多东西是匮乏的 然后父母亲没有参与的 或是被僵固的 X世代是被夹起来的世代 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说 你要活出自己 可是那个世代做不到 对 就会到下一个世代 对 好 那这个世代 他们从小就生长在一个 你有梦就该追 嗯 的环境 嗯 所以呢 网路上就会有很多段子 就是啊 去面试 然后就说 哎那你未来的计划 是什么 我计划三年做上CEO 这种想法 迷之自信 迷之自信 是X世代 对 我先先讲 不是所有的年轻人 是X世代 还是千禧世代 对不起 是千禧世代 对不起 千禧世代 我想说我 我那个年代没有人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这种迷之自信 好 大家会 我那个时代在求职 比较多是就是 按照公司安排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算保守 但又觉得 不想这样 对对对对 但你就是那种 就是我们嘴巴上说 按照公司安排 但心里想说 妈我三年走 对对 然后到了千禧世代 他们就 我们都一直以为 年轻人就会比较 就是心智高昂 然后不切实 其实没有 这个心智高昂 大概就只有X世代 这个特色 等一下我要讲 I世代又是另一个思维 因为他们又经验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你刚刚说心智高昂 是千禧世代 对不起 那个字幕要答对 千禧世代 就是开始追求自由 而且是完全为生活而活 对 不是为了生存而活 对 对然后这个世代呢 是一个最奔放的世代 对 好 就讲品味啊 讲生活的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风格啊 然后再来I世代呢 已经要进到 我这本书 真正要讲的人 就是1995或96 一直到2012年 这就是网路原住民 那这一个世代呢 他们使用手机 是比电脑多的 嗯 而且他们比较习惯用手机 对 像我就是 准准的 就是电脑人 我用手机就真的很慢 然后我觉得很不好用 对 但是我看 下一个世代再用手机就是 超快的 对 你弄完了 超快的 超快的 对我就是没办法 我就是 你可以等我把电脑拿走 你不要有键盘 对我一定要把手 放在肩盘我才能打字 不然我没办法 就真的差别 好 那我接下来就要讲它的特色了 就整本书就在讲了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 世代做完分类之后 我先让大家有个概念 世代之间并不是 切干净的 对 它更多是我上一个世代 做不到的遗憾 我会留到下一个世代 然后我会希望 可是等到下一个世代 真的活出来的时候 我也会不顺眼 对啊 这就是跟很多亲子异体 是一样的嘛 对 就是不习惯 可是某种程度 我觉得 世代的差异 如果你用一种 欣赏的角度的时候 你会看见很多 很奇妙的变化在 而有些东西 其实是成长的 我们常常看下一个阶段 是觉得它们越来越差 可是如果你把距离 拉开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是往上成长的 这其实是一个心理谬误 我忘记转有名词 因为我曾经在一天提一点 谈过这个 就我们主观上都会觉得 一代不如一代 这我们自己觉得 然后我们都有一种怀旧 觉得过去比较好 但事实上 客观事实是 一代好过一代 一代好过一代 不要说什么 你说以前农业社会 多么的淳朴 我现在说实在一点 你回到农业社会 你牙痛 你找谁看 痛死你 我告诉你 而且真的是痛死人的那种 对对对 不是形容词 是真的会痛死人 是 所以你说无论在社会安全 无论在各方面 是一代好过一代 还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客观事实是一代好过一代 对 可是真的会有些差异 而且需要换个思维 这也是我一直关注世代的原因 就是我在提醒我自己要换思维 没错 那我们来讲几个特色 我今天只会讲四五个 可是书里它有十几 十张吧 十张 那么厚 我能讲的实在太少 可是我很鼓励大家可以看 特别是如果你是主管 对 家长 然后老板 或者是你的消费者 就是你锁定矮时代 年轻人的时代 你一定要看 对 因为你不理解他的思维 你没办法把东西卖给他 而且我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本书它 它真的是一个报告 就是它除了分析之外 它有很多数据的支持 是 让你知道这被 它说的每一个观点背后是 有评有据的 是数字支持 但你要不要接受它的解释 你可以自己有你的想法 可是它就会呈现一些数字给你看 你就不得不承认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先来讲 第一个特色 I世代不主动争取独立 这有点伪三观对不对 X世代这对我们来讲 或千玺世代的头 我会觉得 这什么逻辑 其实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演出这个 会说 怎么会有人不争取独立 我们直觉会觉得 怎么会有人不争取独立 独立不就是一个发自内心天然 It's by nature 然后会有一种 青春期叛逆 这个不是DNA吗 对 我的想法是这样吗 对 就是我读的教科书 全部都这样写啊 我估计很多 我们的听众或观众 很多人在这里就开始皱眉头 不在你注意 会吗 有吗 可能吗 我跟你讲 你直接讲一些具体的状况 比方说 因为他调查的人是美国 他说 在美国考驾照的这个数 就是比如说 他们16岁就可以考驾照 然后假设我不记得数字 我讲个概念好了 假设之前都是90%的人 甚至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就想要偷开 有没有 这就是一种独立的象征 我们的生命经验就这样啊 刚开始我们把开身份证 等到过了 过了18岁 有没有 迫不及待 有没有 三步并两步 马上去考驾照 对 甚至那天就拿到 对不对 对 还蛮有仪式感的这样 现在的小孩是 不想考 不想考 你就不能自己出去玩啊 没关系 爸爸妈妈会送 而且他们觉得送很好 而且他们长在一个 非常方便的时代 对 真的没有必要要回开车 在美国还是要啦 然后美国的那个交通是 那台湾不就更 更 更 台湾不是这个 台湾是别的数字 就是 就会是 一个我们 在我们那个时代 已经不要标配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 我们小时候 我自己在青少年 觉得爸妈送很可耻啊 对 我主意敢要玩 爸妈送 对 可耻啊 那他们完全没有 我还喜欢你今天的表现 就演出了时代 真的 我只是回到我 我青少年 我怎么想这件事 可是 我说真的 以前我们跟父母亲的 关系不好 冲突 因为我们太多观念是 不一样的 我们要 捍卫 我们要 反击 可是现在 爱世代 他们的父母亲 其实是千禧时代 跟你这个时代 就是 X世代的晚期 对 所以你们的观念 我们的观念已经 不一样了 对 所以跟小孩的冲突 真的没有这么大 对 所以对孩子而言 父母亲明明还不错讲啊 然后带父母亲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付钱 对 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醒了 我终于懂 为什么要父母亲去了 有人付钱 就是 妈妈会带啊 那带 去 因为父母亲也知道 要给孩子空间 所以就会约好在哪里 然后各自在那边 对不对 那都还是会有手机 都联络得到 那这时候如果你刚好 逛shopping mall 买到看到一件不错的东西 就会打电话 call你妈来 对啊 然后就变成说 带孩子追完 就是父亲节 跟母亲节 就父亲去结亲 或母亲去结亲 然后父亲节 母亲节这样 对 那现在也生的少 所以给予的这个自由度是高的 对 所以真的没有太那种 非得要独立 然后冲出家门 然后要干什么的这种事情 对 而且我想说我小时候青少年 能打工就这样打工 能够赚能够会花自己赚的钱 哪怕少少都很爽 对 对 打工人 就不可以自主 打工人数也在下降 对 对真的 那跟你不是想说 那经济现在不是M型社会 然后家庭 是这个东西是有的 还是会有一群人的经济 是比较辛苦的 但我们讲的是 统计数字的大部分 对 大部分的小孩 你现在跟他讲去打工 你可以体验这个世界 他就是说 不用手机里都体验完 嗯 对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主管 如果你脑袋没有 就是跟上 你会觉得 他们就是一个 很难管 然后没有独立的能力 然后不会解决问题 等着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嗯 这是特色之一 嗯 好 可是这一个 世代的人 其实他 就是他跟父母亲的感情 是好的 嗯 所以他的那种 自尊冲突啊 或者是那种 呃 关系的那种分裂感 其实不像我们这个世代 这么的大 嗯 好 那我其实读到这 我才讲第一个特色的时候 我其实书看到那里的时候 我就旁边写很多字 是 我在反思一件事 我们很多时候一直说 教养应该怎样 嗯 对不对 呃 做到了 嗯 做到了当年我们觉得 理想的父母亲的样子 是 好 那这些小孩也长大了 我们有真的觉得 这小孩优秀到不行吗 没有 我们就开始嫌弃 哈哈哈哈 现在的小孩 怎么不独立 对 不自主 现在的小孩怎样 然后我就意识一件事情 没有完美的教育 没错 没有完美的教养方法 没错 当你选择了一种教养方法的时候 你会产生一种人格 嗯 而这种人格会有他的好处 嗯 当然也会他有他付出的代价 就成为了这一代人 一辈子的生命议题 对 我这一辈的人的生命议题 就会是一辈子要对那个 自我的追寻跟定位价值去探寻 嗯 而下一辈的我没有办法 为他们定义 可是我也看见 他们的成长经验 成 形塑了他们的议题 没错 没错 他没有什么叫谁比较好 对 所以请不要觉得 哪一个是对的 嗯 我们只是完全长在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经验 对 对 没错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不主动争取独立 OK 好 有没有一种 这个 这个我猜我们很多听众听到这里 应该是很冲击啊 对 因为 但其实我们不能否认 点出来的这些都 你真的打开你的眼睛去观察 真的就是活生生发生的客观事实 对 然后他们这一辈刚才讲 他们要使儿童变少 第一个儿童法也不一样 12岁以下不能自己 然后再来他们是 美国是没有 可是我觉得台湾会是安亲般儿童变多了 12岁以下不能自己独自在家里 换在我们的年代 他们每个爸妈都是现行犯 对 我7岁还5岁就在家里 对啊 自己就要捡荷包蛋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一个第一个特色 会变成现在的一个现象 就会是 你会看到这群 I世代的孩子 比较一直希望能停留在童年 对 他会有一个想把童年延长的意图 对 很不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心想 我一直想要提 对 我们小时候都想要 解释我的童年 我再快点长大 完全不一样 完全全不一样 没错 再来第二个特色 上网时间变长 忧郁变多 这真的是真的 这个还蛮肉眼可见的 这真的是忧郁症的问题 我自己还在学校的时候 我就发现 那个通报的比例越来越高 但是你会觉得很逻辑很奇怪 明明社会就比较快乐 比较比较好 比较宽容 然后安全问题也比较OK 然后你们不是有那么多的娱乐吗 然后就是手机什么都可以得到 然后老师也不敢骂你 爸妈也不敢骂你 我告诉你还真叫不敢 真的叫不敢 还真是不敢 你到底在忧郁什么 对不对 我们会有这种 就是我们的逻辑 我们的逻辑就是 每个人都对你很好 你到底在忧郁什么 好这就是问题 不是问题 就是现象来了 因为他们就成长在 I世代 为什么叫I世代 就是因为他们 有意识之后 有记忆之后 他们就有手机 iPhone的诞生 所以在手机 对他们来讲 也是标配的一种 对 然后他们开始 现在书里也发现 他们出去交朋友的 时间次数都往下掉 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礼拜六 礼拜天 可以去同学家玩 就有一种 哦 那个是时间一到 拔腿狂奔而出啊 对 对啊 对 阿夏小孩 没有 对 就觉得 为什么要去同学家 就待在家里就好了 去了 也还是 各自滑手机 对 对 然后 就是 他最最最大的一个 现象就会是 他们的社交器 技巧 真的比较不足 因为没有在练习 对 像我们那个年代是 你不会看脸色 你都 你都心命堪忧 日子很辛苦 对 还会被霸凌 你讲到霸凌 我们那个年代的霸凌 顶多就是身体霸凌 关系霸凌 就是你要到学校 才会被霸凌 对不对 是 我们有时候物理空间 抽开就应该没什么事 你换一个转学就没事了 现在的孩子 真的有点辛苦 就是他们的霸凌 是没有中止线的 对 因为全部移到网路上 对 全部 好 你说那你就不要用IG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IG 他就没有社交 对啊 对啊 那没有 不要用IG 就等于是我们当年 不要看 礼拜天晚上的综艺节目一样 你隔天去学校 你根本没有话题 你不能叫他 不能用你这个世代的思维 叫他说你怎么做就好 对啊 然后 再来 为什么他们比较犹豫 就是因为 使用社群的 几率比较大 对 而且也不得不用 对 所以产生的比较压力 我们那个年代 对美感啊 或对什么叫好坏的定义 大概就是青少年期 甚至准备要上大学了 然后开始意识到 哎呦 我好像要学一下装扮啊 对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都穿制服嘛 所以没有什么好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 能接触到的范围相对小 所以其实事实上 你只要在一个 很小的群体里面 达到凭标准感就好 对 但现在网络时代是 我靠他们整个全世界 都在你面前 对 那对于一个心智 还不够强壮的人来说 嗯 事实上你要 叫他有独立思考 要自己决定 那是强人所难 他做不到 嗯 但他要去追到 他随时随地可以看到 呃 国内外最潮的 最一线的 他其实 嗯 那个压力是很大 对 于是他形成不了 自己的特色 没错 没错 就他那个忧郁来自于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这个世代 我也发现 讲一个题外话 这个世代很多那个 男女明星偶像 其实 同质性好高啊 嗯 就站出来怎么每个人 长得差不多 长得差不多 真的分不出来谁是谁 那种所谓的特色明星 特色 比如说像 我们那一代 比如说讲到 四大天王 你随便讲出一个 你脑子对于他的那个 印象跟特色 就是那种 帅的感觉是不一样 对 但因为现在追求 最大众化 对 所以 分众化 可是又要大众化 所以就会变成 那个美的定义很狭窄 对 就只有在那里 大家才会 哦 还不错 这其实是吊诡 对不对 对 反而对于那种美 反而因为 因为这种 所谓的 资讯的 大量 无障碍 反而变小了 很奇怪 对 然后所以 为什么他们的压力 非常的大 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非常的混乱 因为他上网 这有各种说法 对 我们那个年代 说好也是好 说不好也就不好 就是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 你父母亲是什么样的人 你大概就养出什么样的观念 没错 差不多就那样子 所以有人说 你有幸 成长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 哎 你的那个脊椎啊 人格啊 会比较好 脊椎 就那句话吧 原话怎么讲 就是 幸运的人 用一身 不幸的人 用一身治愈童年 幸运的人 用他的童年 治愈他一身 这样子 之类的 但现在这个东西 不成立 为什么 他有可能 父母亲是不错的 就是 很不错 像我们就是 已经带在家 什么叫教养 也愿意花很多时间学 对 可是他上网 得到的资讯 是 完全是 不受控的 而且是 不差别的 而且是 在各种世代里的 各种状态 然后分享的生命经验 但是他还没有长出 判断的能力 我们可能是 出了社会几年 跌跌撞撞之后 就发现 这听着就好了 不要太信道 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才是真的 我们有那个探索期 可是对他们来讲 一只手机上去之后 他没有判断的空间 但他却要接受 大量的讯息 所以就会变成 他们也会有一种焦虑 是非常害怕 错失 资讯 FOMO 我觉得反而 他们活在一个 最自由的环境 但他们最害怕犯错 对 我们觉得自由变多了 我们的时代 如果我有你这个的话 我就可以干嘛干嘛 前提那是因为 你有一个成长阶段 是完全没有被污染过 不是污染 就是 你使用讯息的方法 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而他们长在一个 一出生就大量爆炸 然后他还没有 还没探索 然后就已经说 你怎么不去看那个 那个谁也有说这个 那个又怎样的时候 我到底该怎么办 对 然后 然后全世界都跟你说 你应该要做自己啊 你要为自己选择啊 你知道这在 小朋友来讲 就是他在想要 要一个明确答案的时候 别人都告诉他做自己 然后他真的做自己的时候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选 对 就双错冲 所以他压力 非常的忧郁 那忧郁还有一部分是因为 实质的社交变少 前面有讲嘛 对 对 就算出去了 也是就在手机里 那这个东西造成了 我实际 真的是在实务工作上感受到 就会是我 可 因为我还是人 所以那种人与人之间的 连结渴望还是在 可是我没有东西 我不会 然后我不知道 怎么辨别讯息 对 网络上可以告诉我很多知识 可是这种 真的跟人互动里头 有更多是 没有办法用语言言说的东西 然后我没有办法Google了 对 所以我就不会了 它是一种 末会之事 就是你要真的去体验 才能够知道的一种 一种 一种很精致的连结 末是末写的末 然后智慧的智 好 所以 智慧的会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有认真在提 好 所以就会是 他们的忧郁的状态会 非常的严重 然后很寂寞 是 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群人不是随时都找得到 人量一下 嗯嗯嗯 那一下 可是寂寞感却是直线上升的 他们是最寂寞的时代 我觉得 所以这一个因素 延伸到第三个特色 叫做 心里永远有非常强烈的 不安全感 难以理解 对不对 好 为什么呢 我其实知道 可是在这本书 我看完之后 我就有一种 哦 大概懂了 嗯 为什么 我说不安全感是 从我这个世代来看的话 他们是属在 人身安全 最高的一个世代 所以 对啊 对啊 从我的眼睛来看 他们是最安全的 嗯 在我那个世代 酒驾暴力 我那个年代真的是会有人在学校被打死的 对啊 嗯 然后家暴简直是 就是 就很普遍啦 对啊 好 但是现在 数据上 性侵的人数下降 暴力的问题下降 嗯 呃 酒驾的问题 那美国是因为有开车 所以他们那个开车意外 全部都是下降 嗯 他们真的活在一个安全的世代 嗯 但是却感到不安全 来 愿文其想 好 为什么呢 这里的不安全 就是他心里的不安全 是一种灵魂的 心灵的脆弱 身体变安全了 于是对情绪的感受就放大了 嗯 所以这个世代的情绪不安全感是非常高的 非常容易被语言给伤害 所以最近几个不是什么过度羞辱啊 你讲的是爱还是伤害 都在谈这件事吗 那当然这有一定的现象 是 如果你说放在X世代跟千玺世代是真的 我们真的是被羞辱到大的 对 对 就是羞辱一下 我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调侃掉 这样就 对啊 就反正皮厚厚的就没事 我们都是被cow say长大的啊 对啊 就是名男女就cow say嘛 对就是 但我没有合理化这件事啊 但我只是说 因为长在这样刺激这么多元 所以你就免疫了 所以皮也厚了 但是他们这个时代 老师不敢骂 爸妈不敢骂 所以 语言的 就有些时候比较直接一点 对 或者在同学网路上 就有一些语词 比较 对 没那么友善一点 对 就不行 然后就觉得很挫折 然后就 很不舒服 嗯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很容易被语言伤害 而且耿耿于怀 嗯 我们就 我啦 我就想要就 左我进右出就出去 好 然后 这个时代会有一个心理需求 就是 到处都要像家一样安全 才会是无时无刻的 觉得是安全 因为前面讲的嘛 他们要跟爸妈分离啊 因为家庭很好啊 对 所以 还不错啊 对不对 那 我 这个等一下我讲一个案例在美国 那我觉得台湾也有 就变成我得离家的时候 什么是离家 去读大学 嗯 去 去那个 工作的时候 去外地工作 好 或者是没有到外地哦 就是 你就离开了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对不对 好 但是却期待 都还是要用家的标准 嗯 在对待你 嗯 好 那这里有一个案例是在美国 有一个几年前的事情而已 就是 因为美国的种族问题比较明显 比较敏感 然后就有一些 呃 住宿的孩子 嗯 然后在他们的这个 宿舍里头 难免就会有冲突嘛 嗯嗯 那可能有些人说了一些比较违反 种族歧视的话 嗯嗯嗯 那这些孩子的处理方法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如果你说我坏话 就去跟你对职嘛 对不对 然后就是 看现在是怎样嘛 看现在怎样嘛 然后尽可能 不要让大人知道嘛 对不对 我们的年代是这样嘛 大人竟然都没有好事 就私了啊 对不对 而且有时候 把大人搞进来 丢脸 丢脸 以后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对 真的 我们的心探 就江湖地位 完全荡然无存 丢脸 对 丢死了 可是 对 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 我就 完全清醒 他们的处理方法是 不是直接去跟那个人说 也没有叫他怎样 他去跟射监说 然后射监呢 就有一点就是 那你们就 自己处理嘛 对啊 对 然后这个孩子就 上 上网 或者就是说 你赌职 是 是 他就先说 射监没有做 他该做的事 好 然后这就开始 大家就开始 就开始有点是 公干 就是有点网络 就集体为公 这样子 然后就衍生 扩扎到校长 然后呢 就是 就最后呢 就是校长 你要出来 处理这件事情 对 所以本来只是 两个人的 一些矛盾 矛盾 但是 处理的方法 就是我 我不想直接跟你处理 因为我不会处理冲突啊 或我不想 对 直接跟你处理 我觉得我的安全 比较有问题 所以我去找大人 大人 在他的生命经历 大人是好的嘛 对 所以我希望大人 可以像我爸妈一样 那样出面来保护我 你不要 那我就是一直 一直往路上 一直往 横向就是 网路上扩散 对 纵向就是一直 你射箭不行 我就找校长 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 就是校长下台 然后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会想起来 真的耶 前一阵子 在那个 某一些学校 就一些 跟老师之间的一些 冲突这样子 然后就会变成 演变成 把它放到网路上 然后开始 希望大家来挺我 就是现在变成一种 告状的文化 就是我们以前是 想尽办法 自己处理掉 我们以前 乱告状 根本不用混了 对 对 对啊 嗯 就对 然后所以我这边就说 因为很容易感到受伤 然后不会自己处理冲突 也不想处理 不想有任何的冲突 因为在过去的生命经验 冲突就瞪鬼的后啊 对 就是我去滑手机就没事 对对 或者我去做下一件事情 那冲突就 就这样过去 所以呢 可是这件事还是 因为在学校里发生嘛 拿不掉 所以呢 我寻求第三方介入 嗯 要不就是师长 要不就网路工程 嗯 好 然后呢 到最后就 大家都知道 网路进来就 很可怕的两集嘛 就各种会 就变站队 嗯 所以这一个文化 应该是要更自由 对不对 嗯 可是所有人在这里面 却觉得更不自由 嗯 因为很怕自己说了什么 或做了什么 嗯 就会被攻胜 它会变沉默螺旋 对 所以 那个不安全感就变成 因为心智 嗯 比较 就是 就是发展的速度 跟我们那个年代 是不一样的 嗯 那当它的情绪 走得这么前面 又没有相对应的 思考能力 进来的时候 会变成 会变成很多时候 它会像小朋友 在处理 很多事情 情绪是走得非常大 而且是压过所有的一切 嗯 可能说 呃 现在的高中生 像国中生 嗯 然后大学生 像国小生 对 啊 大学生像国小生 大学生像高中生 嗯 然后 然后硕班 有点像是大学部 大学部 对 然后刚出社会的时候 怎么还有一种 嗯 学生胃好重 学生胃很重 就是 这种 太需要情绪安全 嗯 那太需要情绪安全的时候 你会在生涯上 看见的事情是 因为 情绪安全就会想要有个保证 嗯 知道自己做这个 会得到什么 嗯 所以在工作选择上 呃 这边我就跟作者 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 他们的工作选择 我们会觉得 诶 怎么那么快就换掉 嗯 有没有这么快就换掉 然后在我们那个年代 会觉得你的定力不够 嗯 可是他们在他们这个世代 其实他们 是允许自己有比较多的 探索的空间 然后他们并不是不扎根 只是他想要确认之后 嗯 因为真的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他需要的那个品质是很高的 是 所以他其实是会想要 好好工作 只是他不会像我们 以前要遇到什么机会就 就先这样嘛 嗯 反正我们选择不多 嗯 他们就会希望可以 做对决定 嗯 希望是好的 嗯 情绪 所以那个情绪要是好的 可是就变成衍生一个问题 也就是 没有人可以在前面 就跟你确认这是好的 对 所以就会变成 会有一个现象变成是 他们很想要把工作做好 把生涯 呃 也活好 嗯 可是却因为这个情绪的 这个拉扯 嗯 变成 一遇到一些状态的时候 他会穿越不过去 是 是 他会变得很想要回头 回家 或者是 去到一个他舒适安全的地方 因为太容易了 是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心智 比较 成长比较缓慢 嗯 我不觉得心智不成长 嗯 只是 就是他需要更长的时间 嗯 学会 你无论逃到天涯海角 嗯 你最终都得回来 OK 那我们以前可能就顶多 出社会两年三年就学会了 嗯 你就是 世界会 这个世界的潜规则大概心里已经有谱了 对 对 对 那你也不想回家 因为家没有比较好嘛 对啊 对啊 搞小一些 对啊 家没有比较好 嗯 可是对他们来讲 啊 这也反映另一个议题 就是 减居族 嗯 减居大家知道吗 或者是 所谓 啃老族 为什么这个世代开始越来越多 嗯 有一部分是 大家会觉得是他们童年有什么不愉快的经验 没有 不必然 不必然 有可能父母亲做得太称职 对 哦 所以它变成一种挫折 父母亲怎么做都是挫折 所以我才有前面说 如果你现在是父母亲 请你不要对自己太 嗯 太苛刻 苛刻 然后很担心你爸妈没有做好的事情 你会复制你的人生或怎样 你做了任何一个选择都会有相对应要付出的代价 没有人能够保证什么叫做完美无缺 一定会养出多么健康的孩子 每一个人 你的孩子到了他的岁数 他就有他要去承担的议题 这一个世代里如果就是相对慢 没关系 我们接受他们慢 嗯 但是该给他们的成长 嗯 还是让他们去穿越 是 对 就是 那有了这个完整的理解之后 嗯 有什么建议吗 就两个层次 就是说 不同世代的人怎么相处 那如果是对于爱世代的朋友 他怎么样帮自己 我觉得 比如说爱世代还有一个蛮大的特色 就是不承诺 刚才有讲到一些嘛 工作上不做一个长期承诺 包含像我们前面导读过那个 选择障碍世代也是一样的议题 啊 关系 亲密关系里也不承诺嘛 嗯 我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看见的事情是 就没定性 没定性 或者就是直接觉得 那定下也就是对的 嗯 其实不是 这个世代需要的探索空间是大的 嗯 好 可是同样的 需要空间它有大 然后情绪安全又要比较高 嗯 所以反过来 如果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 你只要多能让他感觉跟你在一起是安全的 嗯 在一个他觉得安全的情况底下 但是你还是让他告诉他什么东西你该去成长 你该去做 他们是会愿意的 所以简单来说创 创造安全但建立界限 对对对对对 对 创造安全但要建立界限 就是 这个世代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 就是一种 好像就跟孩子一样的幼稚 跟就是想要在地上耍赖 然后不要 没有 只是他没有办法再接受 像以前我们父母亲跟我们脸色看 然后我们就鼻子摸着就去 嗯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世代上的差异哦 真的要处理的并不是 把所有人变同一种人 而是要去处理我们看待跟我们不同的人的时候 那个先入为主的偏见 嗯 尤其情绪上的偏见 比如说 虽然他们的成长期会比较长 嗯 但某种程度上 也因为相对长的成长期 他们在 我自己的感觉哦 他们在那个信任跟安全建立好之后 其实反而是 我的世代常常要意志力告诉自己要坚持 嗯 但他们当他们穿越过呢 他们不太需要意志力 嗯 去强调这件事 是 他们反而会 会 既能够兼顾于 他们的环境 给予他们的工具能力 就是收集资料啊 创意 但他们其实是还是 就是说 当你的那个情绪已经在前面 已经破坏了 他对你的信任 他当然在你面前展现出没定性嘛 对对 对啊 哎 其实说 有部分是说 这个世代 I世代反而是 非常务实的一群工作者 非常务实 没错 因为他们经验过金融危机 对 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金融是不好的 不像千玺世代 千玺世代就是我们就是在一个蓬勃的康的世代 然后 其实千玺世代有一点像是 这不行我换一个嘛 反正大环境还是大 如果说真的要跳得多 然后那个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千玺世代 对 是千玺世代 但I世代没有 只是I世代他们对于一个环境好不好 有不友善 这里能不能让我做得开心 他们是很在乎的 就是反正我钱也赚不多了 对 就是到我的部就不能选一个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嘛 对啊 反正钱都是这样 他们不太argue说 不像前一个世代就是我几年就要赚几百万这样 嗯嗯嗯 他们知道这个 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那当然也知道还是要工作 可是都要工作了 也都是有 就是没办法现在把它满足我的一些需求 那我就选一个我舒服的 嗯嗯 所以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实陪式子 我觉得I世代是一个很好的实陪式子 是如果你的公司里有I世代 嗯 而且活得下来 嗯 活得很好 嗯 那就代表你这一个环境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嗯 你不是用那种霸权跟威 权力位置 你会回到与人的本质去尊重 嗯 去尊重个体化 尊重差异 尊重 对 可是不等于你不能管理它 嗯 如果真要比千玺世代比较不好管 就你这个世代吧 对 太有自己的想法 对 那I世代的话 你说情绪敏感是好也是不好 都有 都有 可是你反而就顺着毛摸 嗯 让它知道你不会 莫名其妙羞辱它 嗯 或是让它感觉到很不安全 嗯 或者是让它觉得 不合理 嗯 你在一个范围之内 让它知道你是 真的想跟它一起 处理跟面对 环境里 全部都留不住 爱世代 来了就走 来了就走 你可能要检讨的是你自己 对 你可能 你们的管理风格 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对 你并没有 以人为本 对 你没有尊重人 以人为本并不是跟你讲 大家就在那边好来好去 不是 其实在起点文化工作 大家就会知道 其实压力很大 加油 我们都有在争彩 去104看一下 对 可是我们会告诉你 为什么要求这样子 我也让你知道 当你做到不是为我好 是为你好 对 是为你好 不是为我好 对 那如果你的环境是一直 以那种上对下的 婴儿潮世代的思考方式 对千玺世代 对爱世代 甚至千玺世代的后半段也是 是完全不理会这件事的 是没错 那我觉得这不是谁对谁错 当然有权利的 我觉得那个权威性 奴性比较高的是X世代 对对对 X世代奴性最高 最高色处是X世代 那我就说 它是一代一代来的 所以你不能去责怪哪一代 你说A世代要骂 千玺世代或I世代吗 那你要问的是 你为什么让自己那么奴 是啊 你会不会在内心里 有一些他们做到的事 你其实很想自己做的 但你做不到 于是你就对他们生气 对啊 这是心理动力的一个 很明确的观点嘛 你越是 你越是 投射出去 你越是去攻击的那个点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心里也渴望像这样 对 只是你做不到 所以你修理人家 对 所以我觉得 爱世代这本书 我非常鼓励人 不管你是不是爱世代 如果你自己是爱世代 我也很鼓励你看 你会有一种 原来大家是这样看我的 我觉得这个世代 我一直觉得这样很合理 很正常 原来别的世代不长这样 没错 因为我说过 我们永远只长过一次 没错 所以我一直 就真的在这本书之前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的钥匙儿童 这个生命经验 塑造了我的独立 跟问题解决的能力 跟不想要等着别人来 因为根本等不到 可是 下一个世代 就不是这个逻辑 那你说他是错吗 他就很不独立 是 在问题解决能力上 他没有我快 可是在创意上面 或是在对人的包容上面 这上面也有说 这是一个对世界更包容 更友善的一个族群 跟一个世代 然后开始重视环保 开始重视很多 以往我们觉得 活下来都来不及 干嘛讨论 但他们开始重视 这是 这个是很大的价值 没错 所以我一直介绍 世代的书 我希望大家真的去理解世代 而不是去评论世代 对 人缘有的是差异 而不是好坏跟对错 对 如果你是用 一直用好坏对错的标签 你等于企图想要让这世界 都变同一种人 那这 当世界都只有同一种人 那这世界就毁灭了 是 对啊 因为不管从各个角度来看 它就没有多元性跟多样性 嗯 而且你想想看哦 如果未来我们的年纪 都已经 80 90 100叫正常 嗯 120是可期 预期的 他晚一点会怎样吗 对啊 反正在后面还这么久 对啊 其实对啊 按世代来说 他们的预期寿命 是这么长 对啊 他也许 如果我们算比例好了 不要算实际的数字 我们以前觉得30岁应该怎样 他们如果假设到40岁 可是他可以活到120岁 他在比例上差不多耶 对啊 从比例的观点是一样的嘛 比例的对啊 从比例的观点是一样的 那大家在急什么 对啊 赶时间吗 你有在赶吗 对 所以我一边看的时候 一边是在惊呼 就是 没有想过 对耶 真的就不一样 但是更多又是一种 那我也想邀请 爱世代人来认识一下 我这个世代 我们为什么这样想 那什么东西你可以参考 说不定你那个很烦恼的情绪问题 在我们这个世代会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 对啊 就像就像我我这个世代 很很无法搞定的很多讯息 我看 哇 爱世代 我一跟他讲 如果我们关系好 他三两下要帮我找到资料 超快 而且他可以很快给我十个不同的设计 对 所以会不会我们彼此真的是彼此需要 对啊 你的痛苦也许在我们这个世代有很简单的方法 而我们的需求对你们这个世代来讲也是义无反障 对啊 那这不就是我们之所以共同存在最重要的意义吗 对啊 嗯 今天谈世代的书怎么讲到后面边我们在宣扬和平主义哦 也蛮好的我觉得 对啊 因为我们也要跟不同世代工作 我如果内心没有和平 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 与我自己 因为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写论文的过程 然后我也有读一些世代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读研究所读了比较多是婴儿潮到X世代 你那个时候千玺才刚出来 对对对 还刚出来 还没有X 还没有I了耶 对 然后还有讨论一些 因为世代差异造成的生命形态的不同 比如说像 C型人生 不知道你有听过 Circle 就一个循环式的人生 跟过往直线性的概念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时代都有 这个时代支持他成长的土壤 也因为这些土壤的不同 他种出来的作物 就会自然不一样 嗯 当我们能够去欣赏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刚刚嘉宁说到一个 很棒的部分就是 不同的世代应该是要彼此合作 你的困扰可能在我的背景里面很容易解决 你要不要听听看 而我的不足可能在你的背景底下 叫做一如反掌 我们要不要一起 当有了这个观点之后 我觉得看待很多因为世代观念不同造成的行为的差异 你自然不会第一时间就用评价的贴标签的 很粗暴的觉得他这样不行 因为当你用这样的一个评论跟评价 你等于关上了信任的大门 嗯 这个门一旦关 其实彼此之间的 彼此之间的那个友善 彼此之间能够为彼此的相互效力的地方 就完全不会发生 是 所以生命是选择的结果 你永远可以选择跟自己习惯跟喜欢的人一起玩 但你也可以选择 敞开你的双手 紧握着手 你有的只有手里的东西 但敞开你的手 你可能有的是全世界 是 所以这本书跟大家做分享 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鼓励大家看 你可以慢慢看 因为这本书 对不对 人生那么长 急什么 急什么 对不对 虽然后急什么 慢慢看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当然最后我要跟大家呼吁一下 我们有声书品的频道 请麻烦订阅我们 好不好 在Podcast上面搜寻有声书品 是 就可以找到我们 那当然也欢迎你 不管是加入我们起点团队 去1014看看我们有什么职缺 还是 还是参与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想 学习是打开你的可能性 让你的包容性更好的一个 最重要 也是最有价值的途径 那我们的一些影片说明里 都有我们 课程 或者是我们网站的一些相关连结 欢迎你来 那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哦 期待我们未来为你推出更好的内容 拜拜 拜拜